好了 后日就是全港的盛治长途的马拉松 最短都是10公里 现在我们请到亚洲铁人 亚洲猛男 不过铁人也很历史性 曾经代表香港代表队出战亚洲的赢 都是很多的奖牌 而崔锦棠跑10公里 这个时间其实都是30多分钟 以前的 这次据人等待 应该是时间会调整些 现在我们等下出金堂 应该 来到呢 教一下我们施前而失的动作 刚刚一我们教过 补充一次 就是伸展到大腿后肌 就是前脚直后脚曲 然后伸进去摸住 我快点说回 刚才做了 当你去到尽的时候 不要紧要保持住 下不到脚尖 这边保持住 五六秒之后 因为你的肌肉会放松 它的养分不够 吸一口气 一呼气的时候 趁着呼气那一刻 你的肌肉会放松 你会推下来 再拉近一点 反复再多10秒左右 再吸气再呼气再推下来 拉好 就可以了 你有时间的话 反复再做多几次 然后大腿做完头肌 前面 四头肌 我们会建议右手拿左脚 右手拿左脚 或在后面拿 如果不可以 像阿兵那样跳下跳 找一个队友 不用太大力量 碰一碰 你已经站得稳 第一个肌肉 你会站得稳 你会站得稳 或是梦祥怎么办 这样就拉住 保持住 如果可以的话 打側体 可以的话 不要随便拿住 拉到膝头的指向后面 膝头的指向后面 即是你直 你紧的便直 再多些便拉到指向后面 有些瑜伽人士 甚至提起手 伸到最长 只是一个平衡动作 这样 一样是 这个又不用呼气吸 你六秒之后便再拉多些 每天都是配方为30秒左右 其实呢 为何要右手拿左脚 左手拿右脚 其实左手拿左脚 都没有错 就不要说人家错 但其实我们不想 因为有些人 小孩子 拉一拉下 拖出来 就会弄出波罗盖 即是扭动 压住波罗盖 所以最好跟他们说 右手拿左脚 或者两手拿住 就不会令波罗盖 过分受压 所以这个是好 而且有些连长 硬些 硬汉子 拿不到 其实有方法 先烤低一点 烤低一点 就拿到 绑一绑 你这样 死者 撞坐鞋都拿不到 你弄低一点 先拿到 慢慢上伸出去 那便可以拉到 以及刚才拉后几个 也是 有一些猛男猛看起来 又拉不到 死亡都可以拉不到 你在家里的话 或者在运动场不怕 坐下 我不可以 我们现在是松的 就可以一下子拿着脚尖 有些是这样的 甚至这样也不行 我由曲开始 拿着脚尖慢慢伸直 或者伸到有点硬一点 伸到这样 持住25-6秒之后再推多一点 再长一点 推多一点 这样就可以拉到的 这个是大腿我们跑步的时候 负荷最大的两部分肌肉都已经拉到 接着就会拉脚眼 脚眼可以找条柱 栏杆 或者找一幅墙 找一幅墙 不要弄脱别人的墙墙 家里的墙墙就可以 踩着 打动 踩下去 踩下去 压下去 把身体直送宽 就会压得很紧 其实不用拼命压力 把身体鬆弱一点就压到了 压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拉紧我们的鼻目鱼肌 15秒之后 微微曲过脚尖 微微曲过膝头 继续压下去 就会拉低一点 拉到内肥肠肌 下去 这部份 这样就会拉松了 少腿肌肉 很重要 抽筋也是抽这一块 所以两只脚都要拉完 当然我们最传统的 拉到Hip Flexor 各承机就是用弓箭部 前后脚都是直向同一个方向 慢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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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打横看就是 慢慢下 下不到吗 摆后一点就下到了 一落到才能拉到 少少注意 虽然有些人说 膝头脚趾不会伤 其实最好也不好 不要抬前 抬后 压下去 甚至下到柜也不要紧 因为我们主要是拉到这里 你觉得拉得不够舒畅 把后脚的手摸背脚 便会再拉多一点 这样一定会拉到 伸展到这里 因为我们 如果你跑步 划得好的动作 其实这里会用力 所以这个都要拉 这是一个步伐 你再多时间拉多一点 就是打横做 压下去 大腿后肌 拉得长一点 当你的屁股再压厚一点 便会把你的尼藏肌 都会拉到少少 还有这个也一样 拉到这个 坐在这里 尼藏肌 想拉多一点的话 还可以落起脚 坐在这里 这个是印度人家的姿势 你这样一定会坐到的 你想再拉多一点便慢慢往前 接着 女生做得很优美 动起来 把手放过来 拉松起背 拉在这里 如果简单一点 抱着 已经在拉中了 这些全部已经很足够 你做完这一套伸展 就已经做过半种的力量 其实我们一个跑步比赛的热身 是一个小时的 整套热身 八点期跑就是六点九 其实这些是伸展运动 其实一套全套的热身就是 慢跑 静态拉筋 或者静态拉筋慢跑 再静态拉筋 然后有一些动态热身 动态热身现在是先进 因为你一路做热身 而且也是分解动作分 而且是warn up 这些很简短说 你跟着跑步教练 会教你 或者上网的社交平台 有了 就是会做一些揽摆膝头 即是在松紧一些 还有这样 这些位置会松很多 还有开门 遞起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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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度跑进来 还有甚至你足够时间 就是短跑 跑到天然场那些 要踢腿 让你这些很大幅度的warn up 你不可能只这样拉出去 跑楼场的爆烂 这些是你要做的 还有做一些小步跑 后接 抬腿 令到你心肺的warn up 肌肉显现的warn up 100米够了 70米也够了 慢慢跑到一个开靓你的动作 就是比赛的速度 做两次 甚至三次 休息一下 做完我就已经饰演了 很多人都认了 很多学生 新的学生 我做完这个速度 我怎样跑那个速度 是会快的 你会 你问现在很努力练习的学校 他当然知道 他第一堂来跟我练习 热身都九个字老 我教练 但其实是会快的 你的运动表现会更好 你看见现在的足球队踢球 半场都还在做 你吃了15分钟 全部都出来继续做 他不会亏了 其实你的兴奋性 和适应性还在 所以我们可以请坐 热身够了 准备上试 可以正式上试 可以正式上试 这是很同意你的想法 因为其实你拉松了 你跑会跑得快一点 是呀 因为你伸展的幅度大了 每跑一步多两寸 你跑一个全马 跑超多一步 而且你的肌肉没有弹性 你在公路那么硬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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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0公里 东区走廊有很多斜路 通常你是怎样教学生 其实现在没有什么急救 靠着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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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不要做 做回来之前的训练 因为现在只有一两天 你没有试过 我没有说 Tony说完我去做 你肯定会滚下来 因为我们今晚的斜度做 基本的斜度就是上斜路可以学 上斜路的时候一定会辛苦 有些人越辛苦越躲下 其实我们现在的运动 现在的运动常常说高重心 你先拿高重心 看前点 看远点 很简单 心理上也是 不要像整个世界都没有希望 拿高重心 你的脚会轻松一点 用膝头带动 然后慢慢推上去 我们摆手 如果上斜路 我们摆手幅度就是前面后面这样 但如果我上斜路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摆在前面佔多些 后面不用佔多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后蹬 你跑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后蹬 都是从提腿为主 所以就向上多一点 下斜路的时候 通常我教学生 摆手就保持到90度 很多长跑的人就觉得 没有所谓的 我们的节奏多少度都可以 其实一个最好的角度 一定有一个最好的理想的角度 去带动 如果做得好 无论你跑到马拉雅 跑到100米 也会跟着协调性 带动的力量是最好的 下斜路的时候 由于它很快速度 我会有些人很害怕 向前谈 会失平衡 它会扯住 这样很累 会很累 累得很快 这个预算积职得更加快 你不要出力扯住 微微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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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手要协调打大一点 因为那个速度 一定被你平路化 你再转到这么高 你跟不上节奏 所以要打低一点 如果平时跑平路 这样打手 就会被骂学生 因为角度你带动不可以 因为其实 我们说运动半径 手臂的运动半径 就是你带动跑步的幅度 你这个幅度大 你跑幅就大 你这样的跑幅就小 所以你一定要收 接上来90度左右 那么你的手走的距离 可以很多很多 你打大了 你的手要走很远 你看看 只看我上臂 如果我这样打 其实我只是在这个 三四十度里面 但我接回90度 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摆足了整百多度 所以是一个很经济的跑法 而你的后端拉到多少 很简单 有人想哭你 你一端打到他那一只 那个幅度 不要这样拔后 那些人觉得自己有打 追着我 这样的幅度就够了 而且不是出力 只是向后 其实我们打了后 他会自己有反撞力 常拍的 是很自然的 做得很自然的 那步幅呢 是否应该 不要刻意开大 不要刻意拿小 因为其实手和脚 都是讲协调性的 其实你可以很容易理解 你双手不动 你能走到路 那只手不需要跟 但你的手要动 那只脚一定会跟随 那只手 你不可能像游泳 四下手两下脚 走路和跑步 是不会四下手两下脚 一定是两下手两下脚 你保持摆手 就是一个带动作用 是跑步的经济 所以练跑是要做很好的机械动作 很多朋友说 跑步需要学习 为什么要给钱请教练 其实跑步有很多学问 除了一个姿态之外 还有你的身体状况 你的训练强度 都需要由专业的教练去帮你来顶 不是你出去跑 我当你的动作 已经是最荒谱 做了刚才Tony所说的事情 但究竟我应该跑多少个100 跑多少个1里 你应该今天跑4分 还是跑8分 这些都有知识和经验的教练 可以帮你来顶 就算我很有经验 运动员 我去练习的时候也有教练 因为我在做的事 在看有什么不同 还有我的动作 我一定觉得自己完美 我也是教练 我以为自己在做完美 他说 不是了 你已经跌下来 有些小小巧妙 提计很多跑游 很喜欢手腕跌下来 手腕放松的时候 又是长跑 跑的时候是压拳 去压 没所谓 其实长跑可以放松 这个手腕 我刚才想说 不要跌 不要这样 不要压掌 那些人跑步是这样的 可以压掌 其实你试试这样拉后 你可以试试这样拉后 没有自然拉后 你试试鸟掌 能否拉到后 拉不到后 会制动 你试试鸟掌 其实会限制你 就会报复 限制你 所以跑步是很多很多 我见到很多KOL 参加铁马比赛 就是右手持着电话 是 因为方便去到某个位置 就很大 你试试不试试 我估计是大量人这样做 糟了 我说不试试试 但你又看到我帖子有张照片 人私常试 我明白 我经常说 如果铁马不给自然 就少了一半人 但是我建议大家 首先就不要在起步的时候 因为人多 那时候你还拿部机出来 我起步了 早几年 早十年都试过炒马一叠 一个失平行就炒马一叠 千万不要 首先 我没有鼓励你去拍照拍片 但一定不要在起步的时候做 不要在人堆里面做 因为你concentrate 在电话里 你看不到前面 在后面 所以 所以千万不要在人堆里面 拿手机出来拍 还有其实你拿着手机 你只有一只手没有摆手 是吧 即是拍鸯鸯手 当然 我可以说 是我有经验的 我懂得平衡 但我懂得平衡 但路面也有不同的情况 刚刚有些渠改 即是尽量不要 拍了一张就算了 或者你开了直播十秒 我正在跑就算了 只要我比重不大 安全是最重要 安全是最重要 你时间英俊 一定比你更英俊 这魔鬼 如何去征服心魔 其实有很多基本的东西 我教运或现做运动 和师兄弟约法三张 不准上岸 不准停 不准行 自己约法三张 可能给自己一些规律 走了就罚我下次不准比赛 三个月不准比赛 你给自己一些 因为其实 真是心魔 除非你不计身体状况有问题 有些痛 有些痛 有时可能很可笑 你踩了一块石 咬一咬 你已经拉伤了 你千万不要用一个困难 来搞死自己 困难就大了 但你伤了就不要再跑马拉松 停吧 医生都说了 一年几十个比赛 你没有下星期介绍比赛给你跑 你先好 千万不要说我要铁拳英雄 我要完成 完成不是王道 健康完成才是王道 所以你的心魔 如果你是没有身体损害性的 辛苦的 比赛前同志说 我要完成一个比赛 我完成一个比赛 跑完一个比赛 不准行 其实不准行 有些人走得快 比慢跑 我可以慢到 总之不走 按住 我们常跑训练 有些人在跑圈 跑了几十个四百 休息的时候 他们不会 因为你这样 你的肌肉会冷 你会冷了 兴奋性低了 保持兴奋性去跑 你反而更加容易 持续完成了 当你走了 为什么不想再跑 因为你走了 肌肉会冷 很舒服 而且都是肌肉 所有运动都是肌肉 当你的肌肉 进入了走的状况 你就是走的状况 你没有走的状况 你就是跑的状况 你就是跑的状况 所以这个真的是意志训练 所以在训练当中 教练已经定义了 我不准走 就不要走 而且有时候 邨和侯培家 都是这样 有时候女生 两个女生一年 到休息的时候 即我们慢 真的可以慢到刚才那样 有成分钟 给你们两个人聊天 聊天就会走 聊天就会走 继续聊天 但是暗着聊天 不准走 你要在训练当中 你互相提点 自己提点 你不要做这件事就可以了 其实你没有试过就没有试过 你试过就经常都会试 所以就订一些 训练给自己 训练给自己 或者训练给自己 错了就发了 特别有些教练 刚刚走了 受了一张照片 哇 这样 可以的 挺好的 这样 你一直会记得去训练 做好自己的运动 除了训练的体能 我们训练的练习很重要 你在运动的时候 都没有练习 平时说什么都没有用 对不对 大致是这些 今天很感谢 亚洲铁人 亚洲马南出金堂 给了很多长跑的提示 我们 也很感谢陈梁桂医生 给了很多救心救命的提示 我们也感谢 我们这位 没有平时 这位临时演员 付出了自己的身体 来教导我们 如何生活 和AED 好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